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杨栋梁 大家好,今天是2月23日星期四 三元易学坊又跟大家见面了 首先都要讲一讲,在制霸苦天狗杀方面 也有很多网友、道女、逆友都在问 我在这里有点解答 我们就说,如果在紫微斗素盘里面 在命工或者镇压工的时候 当然最好祭一祭百苦 但有些网友就在问,譬如在官陆工 或者在财白工出现,怎样呢? 如果在这些工位来说 大致上可以说 在职场上可能遇到是是非非 但比较轻一点 可以说未必需要去祭百苦 如果在财白工里面也是 但如果财白工有天营加上天营 如果飞进去命工 是有机会出现了因果病而选材 所以来说,我们也要看看 本身的楼莲格局是否需要做 那自己自行判断 我这几天都会收到一些网友 关于这几方面 因为阴煞出现不同的工位 是有不同的演绎的 那我亦都会回应了他们 就是说,有些来说 你们可以需要的 有些来说,就是说 那你自己觉得 你觉得,啊? 我很害怕选材 很害怕职场上 或者在朋友工里面 是非很多 或者来说,就会产生很多 甚至乎很争论 连朋友都没得做 希望可以制一制百苦 就减轻了 那好像来说,去年 有一位善信 他做一个 在商场里面 是做租务方面的事情 因为疫情 大家都知道 很多商户 其实想 减轻租金 甚至乎要结业 跟他们的部门 争吵得很厉害 甚至乎有少少激烈的行为 那他就问我 是否要制下百苦 那我说,都可以的 那因为这个案子 就要进行责任的 那结果呢 又几好啊 出来的效果 做了百苦 制了百苦之后 就三个月 怎料他们的租务 那个合约 就和平地去解决了 那 就放下心头大舍 那他当然是 那就令到他 即是说在职场上面 他的工作上面来说 都将这一件事 是消离了的 同时间来说 都是减低了 心理包袱 那如果大家呢 就觉得在你们的 事吧 或者在财运方面来说 都有类似这样的情况来说 都可以让我看看 看看有没有 这样的需要去做 那我们今年就会 比较好一点 因为早一点 就提大家 那现在来说 都陆续都登记着 那都跟一个去年来说 大概相约的 那甚至乎 就会有一些朋友仔 那他们都会 问一问他们的子女 那甚至关心他自己的 女朋友啊 男朋友啊 或者先生啊 太太那样 那也都可以呢 送你们的八字 或者指尾本给我们 去看一看 那好了 我就不再沉气 在这里说了 那另外来说呢 就都说了两句啦 因为就清明节的法会呢 那也都有陆续呢 就有善讯呢 就已经就是在讯运中了 还有开始也都做记录登记 那我们呢 就会在再过多一至两个礼拜的时候呢 就会公布那个 详情的这样 那如果大家有这一方面的事 都可以 我们的师兄和师姐 那我都会为大家去解答的 那多谢大家先 好了 我们又跟大家谈谈谈了 那人生的感悟呢 人 所有的病患 其实医生 未必医得好 或者都是很难医 所有的众生 都自以为自己的人 是最难去度化的 好像一只奴仔那样 吃一些最好的草 都不会成为一匹进马的 如果你用执着的心去别 如果你执着和分别去修行 再大的精进 你都不可以成佛成道 修心 当然以正心为最重要 修道 当然以无我为基础 过去的事 过去的心 都不要记住 都不要再去记得它了 现在的事 现在的心 随缘就可以了 未来的事 未来的心 又何必去操劳呢 幸福 并不是收获要多少 而是抱怨得越少 在人方面 最好就不要苛求 遇事 也都不要抱怨 只要善于驾驭自己的情绪 和心态的人 才会获得平静 心静 感受到幸福的真正味道 人与人之间 很多的矛盾 都是在傲慢中来 都觉得自己比别人高 或者比别人更有见识 比别人更有分析力 或者比别人更正确 所以就造成了互相轻视 矛盾就逐渐地产生了 生活磨励了人的一生 这一条路走来 要记住大家 要学会接受 好了 跟大家谈完 又会讲一点点 今年就真的陆续发生 很多事干 在流月的时候 当然大家现在 可能对电视的新闻 好像都不是太重视去看 在网络上来说 就好像已经主导了整个媒体 陆续都很多世界上的意外 曾经提过 黎石榴也都出现了 地震 蒙古也都出现了一个大地震 在正月的流月里来说 可以说 那个灾害 比较严重性的灾害 就陆续这样去浮现 希望这些天灾 或者人祸 在今年里面 是有的话不要再有伤亡 如果你说天灾人祸 在土耳其 倒了很多楼 损失是相当大 但是绝不能损失人命 人命是最宝贵的 在这个正月里面 上两集都讲过 九宫飞升 当然 未必完全是在那个方向发生的事 但是整体来说 就在这个楼莲里面都讲过 是八灾 年年 大家要记住 我们要将那个灾害 是减到最低 好了 娱乐圈又出现了一些灾害 好像灾祸 那样 就因为呢 我们在上个星期 就已经闹得热烘烘 即是非常热满的一个话题 就是讲这个张远廷的事件 那我就再三在这里 都曾经讲过 因为呢 就四化呢 是要好像一拖二 一拖三 那样去共同去解释的 那这个可能都比较少人去解释 那我就披露了出来 那说回一件事件 那也都是一个导演 那娱乐圈 我就说太阴 和这个贪狼 都是有娱乐成份 太阴呢 亦都是一个影视娱乐 的一个成份 在这里 那话说呢 就 杜奇峰 那我都 在香港 都好像拿过三次的电影金像奖 最佳导演 那 瘦身男女好像是 那个叫做 或者这个 很多的 他的电影 就算监制 或者是这个 他自己导演的作品 都是相当之多的 最好看 我觉得好像是 郑秀文 和刘德华 那套电影 都不太记得 那个叫做 好有趣的 很多套电影 那监制的电影 都有毒梟 好像那样 那 那杜奇峰呢 就在香港呢 就一直以来呢 都被人一种感觉呢 就是 一个自由言论家 那么上下的一个导演 那 事件是 因为他在柏林影展那里呢 就 做这个评审 那 那大家来说呢 这一件事来说呢 其实都是 都 都 都好像很熟悉的了 但是这一两天呢 又很多了热议 那 有些热议 是怎样叫热议呢 那 就在微博上面呢 原来呢 就 有很多 原来在国内的一些人呢 就 他们 都是支持他的言论 就很特别 那为什么呢 那 有些人呢 都会觉得呢 啊 好像是文字未开 那我就觉得文字已开 那 因为呢 他们都很支持他所说的 因为呢 杜奇峰是怎样说呢 他说 电影呢 就永远在前锋的位置 如果有极权时呢 人民失去自由时呢 电影通常首当其冲的 那 很多地方都会如此啦 一定是先停了的文化 电影文化是直接 入观众入面 所以 独裁者呢 就通常对付的一定是电影 那我觉得 sorry 是吧 那我都sorry 觉得全球的人呢 争取自由 国家和人民都要支持电影 因为他是会代理发声 那其实他这个发言来说呢 那我们就这样在 那样看呢 似乎是一种普世的价值而已 那其实都没有什么的 那就是 但是因为在术素方面来说呢 贪狼化技来说呢 其实就是变成了 是和非之间的演变了 那太阴我们就讲影视啦 科星来说 是讲有名气的人先啦 我们不要呢 就 将这个太阳或者太阴呢 一定是特定了是男或者是女 因为为什么呢 太阴的光芒是来自哪里 来自是太阳 好了 那一个有名的导演 那他所讲的言论来说呢 是获得呢 是大部分人的支持 这个是是 即是如果在术素方面来说呢 他评论一下都是一种是 那好了 去到某些地方的时候来说呢 那有人是不支持来说的 那这个就叫非啦 那其实来说呢 在一个自由的世界里面来说呢 是和非其实是可以同时存在的嘛 对吧 那大家有不同的看法 不同的意见 那才是一种普世的一种价值 那但是因为来说 楼莲就贵破巨音贪啦 那所以呢 在这个影视圈啊 或者娱乐圈啊 类似这样的事件呢 我相信在未来的时间里面呢 都可能陆续都会发生很多的 其实我们觉得来说 是与非、黑与白都好 其实去到最终是虚空的 一切所有东西来说都是清空 那但是来说 在世的时候来说呢 那我们都要懂得分辨 那我就比较惊讶少少来说呢 就是说 今次来说这个事件呢 就反而来说呢 是在 放在支持方面来说呢 似乎好像是比较多一点点 那都比较特别的 那当然啦 在玄学方面来说呢 那就很明显啦 那看到呢 就是这个事件了 那我们这个玄学新闻呢 就其实有时呢 就会将一些 發生过的事情呢 就跟大家呢 就再次去解释得回 那我想这个 用一些比较显钱 和简单的文字 去聚遂这个事件呢 那相信大家都 都较为明白的 这样 那好了 那杜奇峰导演 他所说的言论来说呢 就是 获得 国内外都很多人去支持 那这个来说呢 就 没啥所谓的 我觉得 因为呢 言论是自由的嘛 这个大家都有权去发声的 那好了 那我们跟着呢 另外就说了 有一件玄学新闻啦 那我们很尊敬的 一位大法师 就是这个 我们佛光山的星云法师 那星云法师呢 那我就很早是认识他 但是他又不认识我 不认识我啦 那为什么呢 那其实呢 是在很多年前来说呢 星云法师 好像 如果伊希记得呢 他在台湾 有一个节目叫做 《塞根谈》 那在《塞根谈》的时候呢 那时候呢 那时候呢 很多时候都会看 星云法师这个节目的 那他开始的时候呢 就讲很多 就是关于一些 就是 魂法啦 那我学了很多东西 那其实星云法师呢 那我一见他的时候 很特别的呢 就是他在面上的粒子 其实就是那个面上的粒子来说呢 若果在上学来看呢 他这些粒子来说呢 首先来说呢 在法令那里 就是代表了长寿先啦 第二代表了是慈悲啦 第三来说呢 就是说呢 他的恩怨啦 那所以来说呢 他这一粒子来说呢 我们都可以说他叫粒啦 那其实来说呢 成就了他的在世的佛法呢 是相当之重要的 如果他在面上上 那但是我们今天 也不是讲面上啦 那我们就讲一讲喔 那因为呢 嗯 星云法师都是一个高增 那他过往所做的东西来说呢 都大家知道啦 那他对于这个 在这个 在这个 这个佛法方面 是做了很多很多很多功夫 他也是呢 曾经得到全球的 华人的爱心奖的 那我们呢 就在这里 今天要讲一讲什么呢 就是讲一讲呢 就是说 星云法师原殖之后火化呢 是出现了非常之多的卸妮 或者我们叫做卸妮子 那样 那其实卸妮是什么呢 那样 那我们呢 就在差不多30年前 我曾经呢 有一单新闻就是这样的 在新加坡呢 就有一位婆婆啦 那年纪相当大 差不多呢 他离世的时间呢 就接近了100岁 那我那时候呢 就 都很年轻啦 现在都很年轻 那我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呢 就很特别 怎样特别呢 就是说 因为婆婆来说呢 就从未出家 也都 但是呢 她一生人之中呢 都是敲经念佛啦 那信仰佛道 那她是余素 几十年 那她的离世之后来说呢 火化之后呢 就出现了相当之多的卸妮子出现的 那样这一样东西来说呢 所以呢 在这个 出现卸妮子的时候来说呢 嗯 很多人呢 会想想 究竟卸妮究竟是什么呢 那香港有两个地方 所以我所知呢 你们就可以见到 这个佛陀的卸妮子 一个就是戴婴山的保林子 另外来说呢 也都这个 在这个 大婴山我们的保林子的大佛下面呢 好像有个地方呢 都可以看到舍利的哈 好了 舍利的凡语呢 就叫做阿拉阿拉 那是音译的而已 那可能我读得不太好 那希望呢 就 嗯 信佛的人呢 可以留言指教一下 那 那就 在印度方面来说呢 就是说 是 这一句音译呢 就是阿拉阿拉 其实呢 在印度人啊 身体死后的一个总称来的 那在这个佛教里面来说呢 真人死后所遗留的什么呢 遗留了的骨落啦 骨灰啦 的头发呢 都称为 舍利的啊 舍利呢 因为阴翼呢 有两个写法的 有一个是剔手边加一个舍字 一个舍字 一个舍字 另外来说呢 就是一个好像屋舍的舍字 那样 人体经过火化之后呢 是产生的一种结晶体 那这个舍利子 或者有一个名称的 另外一个名称 可能大家呢 未必会很熟悉 叫做坚固子 那人呢 有生命以来呢 人都避不开就是死亡 那对死亡的时候呢 大家都可能感觉恐惧 或者去怕 那如果修行这个佛道的时候来说呢 就可能呢 就对这个身体 这个身死呢 是会 感觉是一个叫做治愈 或者呢 是说 自己用一种比较上 一种自然的态度去面对 甚至乎呢 有些人呢 去修佛的人呢 大概知道自己 那个死期在哪里的 或者说回自己 个人的一种经验 就是我自己的司工 那其实他走的时间呢 其实他在那之前呢 就通知了 我告诉大家 某某日 三点钟 他就坐化 那就真的坐化了 所以来说呢 如果你修佛道的人来说呢 甚至乎可以知道自己的一个 生死的一个时间 和方式的 那我们经常在述数都说 在玄学里面 跟别人做批命的时候 我们都说 好生就不如好死 对吧 好了 那如果一些人 在信佛道的时候来说呢 就 他们知道自己 在这个死亡的时间 和一个方式呢 那他们呢 会感觉到这些什么呢 即是相存 他们会知道呢 是会闻到一些 很香的味道的 那譬如 我们现在用一些 叫做西藏的香水香 他们会闻到一些 很香的一些香味 会见到一些光柱 甚至乎呢 是见到一些鲜度 那样的出现的 我们称为一种呢 就叫做随伤 那在火法之后呢 就会出现一些 射利子了 甚至乎来说呢 是有些不同的形状 有些是比较长啊 有些是比较细啊 有些是比较细啊 甚至乎呢 你见到呢 好像有玻璃那样 和有些晶体那样的 那样的 那在历史上的记载来说呢 很多高增 很多高增 大得成度的时候呢 都会留下 圆直的时候呢 都会留下 这个 射利子 那射利子 其实怎样去形成呢 都似乎在科学呢 方面呢 都不是那样容易去解释 甚至乎有些人呢 究竟是不是 一些结石呢 那样 那在这个佛门里面来说呢 因为真人呢 就长期吃素的 其实佛道的人呢 都是吃素的 那在吃素的时间呢 是涉入了很多 这个纤维 和这个抗物质 那经过人体的 新痕代謝之后来说呢 就很容易呢 就变成一种叫做 什么呢 淋酸炎 和这个碳酸炎 那样 那以结晶体的一个形式呢 其实呢 就在沉溺了 在人的一种 体内里面的 那样 那样 那也很奇怪呢 是不是真的 每个人吃素的都会有呢 那样 但是又不是的 那有的时候呢 那有的时候呢 有些医生呢 甚至乎来说呢 见到他们呢 是有些胆石啊 或者是肾结石啊 那些 那样的情况出现 但是呢 是火化之后呢 又不会出现了 这个在骨灰上面 那里面有些射利子 那如果我自己理解来说呢 可能这些呢 就是说在修佛的过程 不知中呢 念经啊 念咒呢 所累积种的一种气来的 那而且呢 就形成了一种 体内的一种结晶物 那好了 在这个 现代里面来说 对于射利子的 都是 仍然呢 都 没办法解释 究竟是什么 原学或者宗教学上 里面来说呢 是很多问号的 那我们只有觉得 这件 是正面去看 是一件好事 那样就可以了 好了 在佛道里面 或者在佛教里面来说呢 那射利子的出现来说呢 那究竟 有些什么好处呢 那样 如果根据一些 学佛的人呢 那他就告诉我 出现了射利子 有什么好处呢 那样 他说射利子 其实来说呢 就可以缝空化吉的 那也都可以说 被灾解难 那是否意味着 因为星文法师的原籍来说呢 他是会将今年 2023年 很多的一些大的灾呢 都可以减低 甚至是避过了 那我们现在看到呢 在佛门的 那射利子来说呢 可以缝空化吉之外呢 很多人真的这样说 那而且来说呢 就是说呢 射利子呢 其实呢 有一种不同的 身法的 那有些叫做 色身射利 其实来说 色身射利来说呢 其实就是说 这个佛祖 佛祖 佛祖完结之后呢 那围体经过火化呢 是有一些 结晶状的 这个 粒体 那样的东西 那也都叫做 有发身射利 就是这两种的 那 那色身射利 和发身射利呢 都是佛陀呢 讲经的时候呢 传承下来的 好了 射利子来说呢 大家都很 就是经常都会听到 那但是来说呢 射利子呢 那有什么用途呢 那在这个 凡语里面呢 就逆过来呢 其实呢 就是说叫做 围骨的意思 或者叫做 坚固 那而且呢 是相当之 硬正的 那所以来说呢 有些人呢 就认为呢 射利子呢 就好像一粒 金刚钻 或者叫做一种 金刚石 那样 讲到这一种 就是一个 结晶体来的 那或者呢 我们会认为呢 就是其实佛陀呢 和历代的高真大德呢 其实留给我们的一种 纪念啊 一种回忆啊 甚至乎来说呢 就是一种 尊崇 一种 想法 那样 那如果我们 看到这个 很多佛陀和历代的 祖师的射利呢 那我们呢 当然呢 就会 对这个佛陀 一种尊敬啦 一种思念啦 一种 嗯 仰慕啦 供奉啦 那样 那也都 反过来说呢 就会想到很多东西了 那样 想到很多东西呢 就会反过来想呢 就是说 我们要学佛 那我们经常都在那里说呢 就是说 我们要学佛 就不是学佛经的 那或者是从佛经里面来说呢 就是学佛 那甚至乎 反面那样去解释呢 去想法呢 就是说呢 很多时候我们见到佛的射利 我们会联想到一样东西呢 就是说 我们自己 很多业啦 我们 没有应有的一种智慧啦 也都没有福德啦 或者对自己的修行出现了一些问题啦 等等 那呢 对于佛射利来说呢 是有一种很特别的一种磁场 因为我都曾经试过在宝林的时候呢 见过这个佛射利啦 宝莲子也都有 那你会有一种很不同的一种感觉的 如果当你是信佛 或者信道的时候来说 那我们现在来说呢 就是说 很多时候很多人呢 就对这个射利呢 是没有什么认识呢 是企图呢 就用一些古古怪怪啊 或者用一些 甚至乎用科学的一些理论呢 去研究这样 甚至乎呢 有些人来说呢 会 偷运射利啦 贩卖射利啦 利用射利呢 去赚钱啦 以及去贸利啦 其实这些来说呢 都是不好的 因为为什么呢 这个来说呢 射利来说呢 是代表了一个真人 或者一个佛道的 一种很大很大一种功德 那你将它来说呢 就变成你自己的钱财来说呢 反而不是一件好事啊 这样 那射利子呢 很多时候来说呢 我们说 他 我们对射利子来说呢 要解释一下 那射利子 在一些妙语啊 去供奉 那究竟有什么好处呢 那这样 那 第一 那大家来说呢 就可能呢 就会对这个射利子 会产生一种感觉啦 或者是这个佛道的解释来说呢 就可以逢空法吉啦 消灾避难啦 那样 第二来说呢 就是说呢 受到天人的护法 和其他众生的一种护持啦 和尊敬啦 那避免了呢 就是说一些叫做是非人啦 甚至有一些魔业啊 魔障的一种干扰啦 那样 那第三来说呢 就是众业兴报啦 那可以在用于什么 在佛葬的庄葬啊 和静灵啊 那样等等的 那另外来说呢 就是说 射利呢 可以说是一句咒的一种功德 那你见到它是 而且来说呢 就是说 如果当你对着射利的时候 诵经或者诵咒来说呢 是可以 加倍地得到多些功德 而且来说呢 是会减少一次的口业 是将千八万的口业来说呢 过啊 去消离 或者去消灭等等 所以来说呢 供奉射利来说呢 这个是最大的一个好处 那简单明了地说呢 就是说 你供奉射利来说呢 就可以消业啦 而且是增加功德这样的 另外来说呢 相传来说呢 就是供奉这个射利的时候来说呢 是可以有这个治病一个功能的 那通常我们认为呢 这种都是叫做业障病 业障重的人呢 就会变轻的 甚至乎来说呢 这个 生BB的孕妇等等来说呢 都可以是顺顺利利啦 那 而且生下来的这个BB呢 都会是得到很大的一种 福德和善根的安乐 和比较异养的那样 那也都相传来说呢 就是说 如果一个人呢 去这个供奉射利来说呢 亦都可以得到 去往生寄乐这个世界啦 那业长轻的时候来说呢 可以说呢 就不会代入这个三恶部 那而且得文物佛法 那如果 即身解脱等等的 那如果相反来说呢 若果是对这个射利不敬啊 甚至乎来说 是有一种 学求啊 或者祈求啊 那用不清静的心 和不尊重这个射利的时候呢 那会自己呢 就会有很多负面的影响 所以来说呢 若果供奉射利 或者是拜祭法射利的时候来说呢 要很正面 还有它有一个很大的信心 和功德呢 去精进这个佛法呢 那对于射利那种效益来说呢 是会比较大的 那所以来说呢 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呢 那可以去妙语那里呢 都去公奉一下 看一下这个射利啦 那这样 还有这个持守佛法呢 那我相信来说呢 那我相信来说呢 福报是相当之大 那今天来说呢 就说射利就说到这里为止啦 拜拜